你的头发让我想起了阳光护照的道铁 你的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润 无回应 无回应 取消 你们在哪 我这一段时间每天上学都不认为战场去 老的不是去上学 老人是去战斗 我激过 爸爸小说缺了很多玩具 老的小说没有了 现在都要给你的那种 他就看着我 他就过来抱着 没关系 你们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玩的时候会找我 其他事都会找他妈妈 譬如说你看我们拍戏有时候从早拍到晚上 然后我记得我常常就是一回去 晚上一回去开门 我儿子坐在那边 你终于回来了 然后把脚踏车拉出来 我们可以去骑车了吗 我说爸爸才刚工作十几个小时回来 他说啊我在家里等你那么久 你都不陪我吗 你难得回来你都不陪我吗 哇天啊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带他去骑 一骑就两个小时 骑了二十几公里 你拍戏还累 对 不然就是一开门 他说宝爸我们去踢球 然后一去公园又踢了两个小时 我常常这样 后来每次一收工 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回家 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回家 我儿子就洗完澡之后 还是要玩 还是要妈妈 然后我就觉得男生不要那么黏妈妈 好不好 我说让你爸给你啦 我不要我不要 你也要妈妈 然后而且亲完之后 他睡觉最后一眼 也要看妈妈 然后路过 因为最后一眼要看妈妈嘛 看完妈妈之后啊 玩完之后 路过爸爸的时候 还会把你眼折出 不要折起来 折起来又不要最后一眼看到 可以看到爸爸 如果不小心看到之后 回来再看看妈妈之后 然后就这样 我们是凶我儿子 他完全没在鸟我的 所以你是白铁的 我们是凶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呢 你这么生气 你都不怕身体会不好吗 你都不怕会老吗 而且他有的生气 有次是非常生气 有人在房间听到他爸爸 他生气的时候 就会叫他儿子全名 然后叫到破音 然后他儿子也就淡淡的 然后不理他 没有没有 有一次那次他有比较害怕 就因为我儿子很奇怪 他小时候喜欢收集一些 糖果纸你知道吗 你知道糖果纸打开会有黏黏的 到处藏 藏在那个沙发旁边 还是床底下什么的 因为他不舍得丢掉 对他觉得那个很漂亮 他收集 他开始收集那些东西 那有一天我在打扫家里的时候 就发现 为什么沙发下面 哇一排那个蚂蚁 让他一直跑跑跑进去 我掀开 哇天啊 一二十张的糖果纸在里面 然后一堆蚂蚁 我就把我儿子叫过来 来来来来你给我过来 他说干嘛 然后我说这谁放了 他看到 他知道惹祸 他那时候就乖乖的这样好 就只有那次比较害怕而已 那次我真的把他训了一顿 我要打了他几下屁股 打完之后他就哭了 哭完说 啊对不起对不起 以后不要这样藏东西了 我就跟他讲说 藏东西这样不好 他只有唯一那一次很怕你而已 啊会不会其他平常都以为你在演戏 都说爸你不要再演了啦 我知道你等下班你不要再演了 会吹他的话 有可能 我跟你们讲 那都是他片面之词 他想象中他很严厉 其实根本都没有 他当时去哪里 是真的他有一个滤镜就对了 他有一个滤镜 你知道吗 他自己以为很严厉 他很笑一笑 然后旁边的人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我这个旁观觉就是说 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这种的 就这样而已 对就这样而已 感觉像就觉得他不太像是严妇那样 不像 所以现在是磁妇一票 玩具会有上限吗 那个价格会有上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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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儿子想要火箭 他爸爸也会搞过来好不好 我有 我家的爸爸更夸张 每次因为我男人买玩具 他都要跟我斗志斗勇 就像之前的托米嘎小汽车 我们家小时候有上百辆 还不包括什么停车场之类的配套措施 还有轨道停车场 对啊 停车场就这么高这样子 那些都很贵 我说小红需要玩那么多吗 你是要满足你儿子 还是满足你自己当爸爸那种 你知道吗 那个感觉 老爸 你买车不用搭配停车位吗 没错 我们还要买车停车位停车场 那还有医院 还有警察局 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妈妈眼里看 就是好像爸爸小时候缺了很多玩具 好老子小时候没有了 现在都要给你的那种 而且儿子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我儿子疯狂了 想要那个战斗陀螺 因为他说他 别的小朋友都有 他就回来跟我请示 然后妈妈就觉得 你怎么可能跟风呢 拒绝跟风 凭什么人杀有的你就要有 不合理是不是 我说不要 你就跟人家换玩具玩就好了 你就可以玩到 好他又去求爸爸 你开爸爸最后怎么做的 有有有 第三点就忽吃欲出了 因为那时候 战斗陀螺很风行嘛 他们幼稚园每个小朋友 几乎手里都会有一个 我儿子就跟朋友借一个战斗陀螺回 我说是谁的 他跟朋友借的 现在很流行 每天大家都去那边比赛 我说你是不是很想要 我说对呀 那我就问妈妈 妈妈就说不让他跟风 对 然后我想说 我儿子有 我儿子没有 别人都有 这样子不可以 对 可是要不能 我们家人就是爸爸 对呀 但是妈妈又这么严厉 我又不能不听我老婆的话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就回家 因为我儿子快过生日 就回家 要约我妈妈说 我儿子要生日 我们一起来吃饭庆祝一下 我妈妈说 那我包个红包 我突然想说 那就不要包红包 你去买个那个 正斗陀螺送给你孙子吧 然后顺便还跟他说 还有那个战斗场 你很聪明耶 出阿嬷买几百 出阿嬷买一整组啊 因为你爸爸可以买阿嬷 还有战场哦 我儿子一段时间 每天上学都不认识战场去哦 这种感觉 那个很大欸 对啊 这种感觉就是 老子不是去上学 老人是去战斗的 我提供 我还提供战场给大家打 对 然后过一段 买了之后 我又停不下来了 因为他要换装备啊 对 因为同学有新装备 他打不过人家吧 他就要回来换装备 然后爸爸也要给他买 好像不买就影响 他儿子征服宇宙了 可是 这个在学校他会变成 他很有地位 他有那个战斗场 他在那边 他很有地位 就是莫名其妙的吧 因为我这个人不太 就是 3C不是那个很 追流行的 而且我手机也好好 为什么突然买只新手机给我呢 不过年不过节 也不过生日的 然后 他就 我说 送给你老婆 我说 啊 我说 他是最近做了什么亏心事 哈哈哈哈 一定有 对 一定有 怎么会无视先殷勤 非奸计到 他就是个黄鼠狼鸡 几百年的感觉啊 然后我就想 可是好像 左讲右讲也不对啊 没有什么异常 后来才发现了 他要给我换这新手机 我不是多用了这手机吗 他要给他儿子用 他还帮他儿子申请的赖 他要随时跟他儿子联络 增加一下父子的感情 然后想说小学 小学在小五 真的不需要手机 而且我不喜欢小朋友拿手机 每天在那边看 对 好 买了 买了就只能用了 结果 儿子也不给他发信息 全部是给我发 我儿子把所有的文采都用来赞美妈妈上面 文采 妈妈教的文采 然后可以跟我作诗 你的头发让我想起了阳光普照的稻田 你的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润 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吻 我会感受如葡萄酒般的甜美献给母亲子俊笔 天理要自己睡了 十二岁 小五 他文笔很好 所有的文采都用在我这儿了 博语根本没有考这么好 然后还有啊 每天都给我发一些这种 那种油腻的这种 你的笑容很好看 你的眼睛很好看 你的头发很漂亮 你的鼻子很好看 就这各种 然后爸爸那边也有 也有记录 他穿的是什么 无回应 无回应 取消 你们在哪 全部都是打电话 我给你们提本妹 他打电话的内容是什么 喂 妈妈呢 妈妈不在家耶 好 妈妈你们在工作 好 那你们赶快回来 就这样 每一通都是这个 不然就是不接 就是不接 打文字就说你在 你妈 我妈妈在 在哪 然后问他 问他还加大 对 好冷漠 对 光网的手机 是我为他争取来的 他爸用零用钱 摆给我的手机 而且前两天很好笑 我要打赖给我儿子 然后他说 你不用打 你儿子的赖都关无声 他都不会接 然后我说不会吧 然后打 我儿子就接 我每次打赖 我儿子都接啊 他每次打赖给他儿子 他儿子都不接 他以为他儿子听不到 后关无声 至少黏的一个人也很好啊 也是 对吧 我们家爸爸就为儿子做 我就做过 我就觉得很瞎 那个事情 我都不好意思讲 没有啦 就是我儿子喜欢打棒球嘛 后来迷上那个 卫泉龙 然后他喜欢看卫泉龙 然后就有一次 我朋友他们跟卫泉龙里面的人很熟 然后正好里面有一个球员要结婚 然后他要去 我知道说 我儿子是卫泉龙的球迷 我想说他们球员结婚一定是全队会很多人去嘛 我儿子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他想要看那个球员的 我说你把我儿子带进去吧 假装是你儿子 很夸张 不是说你们是婚礼长老吗 他们人家都婚礼 你问他你会包吗 他说没包 我没包 我朋友包 反正你就不要浪费红包嘛 反正包了一大包 对嘛 反正他进去不是要吃东西就是看那些球员 然后我朋友我就带他去 那个婚宴现场 我朋友就带他进去了 然后我一个人在外面 哇大太阳我等了两三个小时 就为了我儿子 夸不夸张 好感动耶 我儿子还有点很夸张的事情 就是 考试的时候 然后如果这个卷子考得很好 考一百分 就给妈妈签名 然后考不好七八十分那种就爸爸签 然后爸爸就说 为什么我不能签一百分呢 我儿子说 你不配 他下词下得好像你不配 你笑了吧 我搞不懂为什么我不能签一百分耶 我对他那么好 至少让我签一张 一张都没有 他就是考很差吧 老儿子 我考着抱你签吧 一百分是妈妈的功劳 所以给妈妈签 真的是上辈子的情人 他会希望在他最棒的状态的时候 是给他 我给他看 对 是给他看的 他怕被骂 考不好 你帮我签 不要给妈妈看 因为你比较好说话 他会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妈妈 而且 我儿子我总觉得好像他爸 对他来讲可有可无 就他爸只要一做错事情 我稍微惹了妈妈不高兴了 我儿子就会来这边安慰我说 这种话 你还要他干个 坏 人家在演 好坏啊 在演什么戏 对他说 哇 你可以换选宾啊 还给我提供人选 哦 然后呢 他如果做了一件事情很讨我的高兴的话 然后 然后我就夸奖他了 你好棒啊什么的 然后他会给他爸识眼色 学这点 哈哈哈哈哈哈 就帮我调教他爸爸 这个 你就 辛苦了 要知道我们这个家庭生活下去多不简单 小孩子从小就会看脸色 因为他看他的爸爸是看脸色长大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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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脖子你不容易啊 这个 是彭哥 这对 这对女孩没过来 待会儿不知道要再玩夾了吗 听得很烦恼 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就是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会到大陆拍戏 然后我去大陆拍戏回来 我就带一些玩具啊 还是什么 伴手礼给他 就是吃的东西给他 那有一次是因为匆匆忙忙回来 那次我忘了 然后我一回家 我就打开行李 那边整理行李 我就是从房间出来 爸爸你回来啦 我就是啊 忘了 忘了给他买礼物了 完了 我说怎么办 我说爸爸这次回来比较匆忙哦 忘了买东西 他就看着我 然后就过来抱着我 没关系 你能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然后就 讲完就走了 讲完就走 也不亲一下 爸爸原地哭了半天 那你派他去 一定是妈妈教的话术 没错 我不相信小孩会讲这种话 那个语气很像李欣 对 很像我敷衍他爸的话 对不对 没有啊那时候 他那时候才四岁 哦四岁 对那时候我觉得 四岁小朋友会讲这种话 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对吧 对 也算是自己他就是发自内心的 是 虽然是他一讲完扭头就走 但我相信他还是发自内心的 爸爸就是这么好骗 男人就是这么好吼 真的 但是我我儿子 我儿子是个非常非常节省的人 平时给他零用钱都不花 都存起来 对然后 但是他在我看到我 我有喜欢东西 妈妈我给你买 哦哇 我有次看到一个那个便利店 那种周边的包包 然后我 然后我就看到 我说好可爱啊 第二天我儿子下去便利店 给我买回来了 天啊 但是他不会 给他爸花一毛钱 对 我那多瓶饮料都不给我买 是哦